被送入将军府为妾三年 我仍是完毕 父亲急了 特意花大价钱 寻了小官来教我争宠 见面那日 我看着小官欲言又止 见他一脸疑惑 我指了指自己那张勾魂射破的脸 听闻将军在战场上损了相貌 醉燕美人角色 又指了指他如松如竹的清俊身姿 如今不敬女色 只钟爱你这样的俊俏郎君 小官脸一黑道 假的 我狐疑 你又不是将军 你怎知这是假的 被罚大劫 将军今日班师回朝 明明一众人跪在府前迎接时 我用余光偷偷看了一眼 真如传闻所言 将军的确戴了面具 青面獠牙 甚是下人 愣是将一张脸 遮了个严严实实 不过半日 将军染上龙羊之痞的消息 就传遍了全府 三位侧夫人和一众姬妾 个个如丧考彼 就连老夫人都神色有益 急忙遣散了好几个年轻俊美的护院 种种迹象 实在令人生疑 小官李寻丽在院中 一袭白衣圣雪 眉眼如鸭 雅致清贵 如山水画里走出的玉面书生 生生将号月都比了下去 仔细一看 这人虽斯文如雅 一双眼却忧冷犀利 带着不耐和戒备 我咽下心底的狐疑 怯生生开了口 以李公子高见 我该如何勾引将军 李寻神色一将 他盯着我的脸 神情带了几分玩味 你有这张脸 何须去勾引 心头一酸 我用脚尖碾着地上的细石 善善道 父亲说了 男人惯会喜心厌旧 要学很多东西讨好他们 才能得到他们的宠爱 我长叹了一口气 可我打小脑子就不太灵光 学不来那么多东西 若学不好 父亲就会怪罪阿娘 他的日子就会更难过了 李寻一正 落在我脸上的目光 和善了些 朔丰卷的院中的石榴树弯了腰 他披着狐皮大肠 头上肩上都落了血 我这才回过神来 来者是客 怎好让客人受动 好在厨房还燃着灶火 还围着烫 我掀开厨房的布帘 转头朝他笑道 劳烦公子来一趟 我请公子吃碗面吧 和好的面饼揉搓 擀平 切丝 面条在滚水中烫熟 捞起 浸到凉水盆里 掀开锅盖 为了两个时辰的君子鸡汤 孤嘟冒着香气 咬出一碗放入面条 再撒上一把清脆的盐碎 一碗鸡汤面便做好了 我将筷子用筋布擦了又擦 这才递了过去 这面可好吃了 公子不妨尝尝 也暖暖身子 我对自己的手艺很是自得 见他不动 又把碗往他跟前推了推 李寻这才夹起一筷子面条 放入口中 忽而谋底一亮 他生得美 进食的仪态也美 一碗面不过虚余便落了肚 天寒地冻 食物的香气直钻鼻腔 我在脑中想象着肉滑骨酥的美味 肚子便不合时宜 咕咕叫了起来 四下寂静 这叫声尤为响亮 我大炯 盲撇过脸去 却听他问道 你为何不吃 我猜他在肖香楼 必定十分得脸 吃穿不愁 这才养了一副贵公子的做派 不知生活艰辛 因而耐着性子解释道 统共只有两碗面 另一碗是留给翠桃的 李寻不解 翠桃是谁 我老实答道 院里的洒扫丫鬟 李寻神色一顿 四簇飞簇的眉眼生了玉气 滴滴说了声 蠢货 声音虽低 我却是听见了 心头怒火皱起 我气红了脸 这人好生没礼貌 好意让了一碗面给他 结果换来一声蠢货 今日还是我十七岁生辰 没想到触了个大眉头 我自顾自收起碗筷 难得硬着语气感人 公子请回吧 我自会向父亲说明 令换人来 三年前 父亲谋了个京城的六品官 一时得意忘形 不知怎地得罪了威远将军府 大齐州市 世代三英 显贵非常 这一代家主周明渊 生性风流 家中妻妾无数 父亲下了个半死 经高人提点 才知道要如何赔罪 他终于想起了 我这个自小寄养在乡下的庶女 阿娘又喜又愁 既怕我回去受委屈 又怕耽误我寻好亲事 临行前 千言万语会成一句 要好好吃饭 我本以为能带阿娘过上好日子 不承想 刚一入京 便被送入将军府做妾 说起来 三年无宠 也并非我的过错 出嫁那日 周明渊奉旨北伐 未曾与我照面 便启程离去 没了庇护 派不上用场的美貌 变成了累赘和灾难 三位侧夫人 各个出身名门 骄纵无比 对我自是看清 常日无聊 总恨不得在我身上寻些乐子 不是捡坏我的新衣 便是打翻我的饭菜 有一回还将我推入花池 受了欺负 我只默默忍着 一声不吭 我知道 无人会为我做主 好在他们很快就厌倦了我的逆来顺受 将我赶到府中最偏僻的一处院子 任我自生自灭 院子久未有人居住 荒凉潮湿 好在无人踏足惹事 到成了好去处 只有一样不好 为着名声 夫人们明面上不好刻扣 我的月银便在吃食衣裳上做手脚 偌大的将军府 竟养不活我一个小娘子 今日的鸡汤 还是拖了翠桃花了一两银贿赂门房 好不容易才得来的 一想起那碗鸡汤面 我又心疼得不行 当真是为了狗了 可谓等我给父亲写信 李寻又来了 正逢老夫人五十大寿 府里热闹得紧 我和翠桃围着灶台 咽着口水 等桂花糕出锅 热腾腾的桂花糕吃到嘴里 又香又甜又软 别提多好吃了 她吃得心满意足 意犹未尽地舔着手指道 小姐离府后 摆个摊卖点吃食 自食其力 也是极好的 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 我有手有脚 难不成还养活不了阿娘 心下喜悦 嘴里的桂花糕更香了 只是这份喜悦 堪堪为戏到傍晚 翠桃带着我做的桂花糕 打算出门给香熟的酒馆送去时 恰好被三夫人的丫鬟撞见了 三夫人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时 我正弯腰视弄着院里的东魁 还来不及起身 便被狠狠推了一个跟头 额头疼得厉害 应该是肿了 翠桃泪眼模糊地看着我 连连摇头 三夫人出了气 脸色和缓了些 这几日 府中一众妻妾 竟无一人成宠 三夫人好几回夜里 给将军送吃时 都被拒之门外 她心里憋着气呢 正好借题发挥 我本不愿声事端 只默默忍着 直到她吩咐丫鬟 将那锅桂花糕倒掉 香甜软糯的桂花糕被狠狠碾烂 混着血泥 如一锅糊粥 没挨过饿的人 不知道粮食的珍贵 放在身侧的手紧了又松 我终是没能忍住 哽咽到 遭见粮食的人 是要遭报应的 三夫人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她盯着我的脸 恨不得撕烂 养着你这狐媚子蠢货 才是糟蹋粮食 这货没能躲过 不过一刻 精心试弄的菜园 被移为平地 冬葵和红薯 被绝了个底朝天 三夫人发泄完 终于笑了 满意离去 入了夜 我蹲着一个个捡红薯 忍了许久的泪水 还是落了下来 一转身 李寻站在月下 上回不欢而散 我以为她不会再来了 她看了看倒了的瓜架 又看了看我手里的红薯 好看得眉眼醋了起来 我原不想理她 可她身上的白衣染了血 分明是受了伤 她说 来跟你淘碗面吃 我想起翠陶说过 勾兰瓦舍暗地里 烟渣是多着呢 床子间弄死个把人 是常有的事 这么一想 心就软了下来 她同我一样 不过是身不由己的 可怜人罢了 今晚没有面 只有一笼桂花糕 她吃得香甜 我问她 疼吗 她一正 视线落在我的额角 你呢 我抬手摸了摸 回过神点头 疼 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罐 朝我推来 就当还你那碗面了 她的指尖还在滴着血 我接过 拉起她的手腕 将药粉倒在她掌心 那道猙獰的伤口上 难得与众心尝道 别仗着年轻 就糟蹋自个的身子 你阿娘会心疼的 她的手极冷 如同她这个人 像是冷遇雕刻出来的 烛火冲冲 她的眸光暗了又亮 正当我要开口赶她走时 她突然开口道 你若得了将军的宠爱 今日便不会被人欺辱 话说的有道理 可我不想听 她也不恼 温声道 你这张脸 便是最大的本钱 你若愿意 就能将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 可惜蠢笨了些 好在遇见了我 我一时气急 脱口而出 你若真厉害 何至于得罪了金主 被打成这样 李循挑了挑眉 一双寒眸咪了咪 我磕磕绊绊把一句 以色试人 终不长久说完 她勾唇一笑 可笑意不达眼底 看来是为师师直 未曾好好教导 让你看清了 我莫名觉得有些慌 果不其然 一日深夜 她又登门了 这回手上抱着一个大木箱 她拍了拍身上的雪 端蒂是一派千千君子作风 可手中的木箱一开 便衬得这份温润格格不入 几大本闭火图被摊开 上面的人物栩栩如生 琳琅满目的思归用品 大大小小扑了一桌 耳间着了火 我瞪圆了眼 人的身体居然还能这样那样 偏偏她嗓音平和 如同最严格的夫子 认真教导自己的学生 她指着白花花的一处 慢条丝里道 此姿势女子最受用 也最易受孕 又拿起玉铃铛 一本正经地说起此物用法 可至于女子前胸 我羞愤欲死 忍不住打断她 够了 李寻轻哼了一声 对我的态度很是不满 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 何必谈之色变 你用心记下 三日后抽烤 若达不上来 可是要打手心的 我欲哭无泪 对之前的口无遮拦 后悔万分 刚要拒绝 李寻悠悠开口道 既如此 我便去向你父亲请罪 想起阿娘 我咬了咬牙 视死如龟点了头 那两日 不知是怎么过来的 到最后心神恍惚 睡着了 画本上的小人 还在我脑海里打架 第三日 我磕磕绊绊答完题 整个人像在火中烧 李寻满意地点头 我长输了一口气 正以为逃过一劫时 他又说 教学讲究之行合一 走 为师带你去萧香楼 好好观摩观摩 京都府 萧香楼 美人香 英雄种 高楼池泻 烟柳花树 醉是人间堪乐处 我和李寻立于高楼 望向那烟火繁华处 空气中弥漫着酒香肉香 勾得我的蝉虫都出来了 见我不停咽口水 李寻恨铁不成钢 指着一处问道 悟到了什么 水泻台上的小官 衣襟大厂 半跪着任客人 掐着他颖白的脖梗灌酒 眼波流转间 活似能夺人神魂 客人爱不释手 一把摘下腰间的玉佩 塞入他手里 将他搂在怀中亲了又亲 我似懂非懂道 要勾引男人 得先学会喝酒 李寻微正 又指向另一热闹处 这个呢 客人们正比赛作诗 小官会挑选最有文采的 进入下一关 被选上的客人 无一步眉开眼笑 喜不自禁 我躊躇再三 道 得略通文末 李寻忍无可忍叹道 果真是个傻的 见我有些恼了 李寻才慢悠悠说道 方才那个叫欲聚还迎 这个叫诱敌深入 这是间男子 无一步欢喜被需要 被崇拜 被理解 我惊叹 美貌小官们的手段 简直令人大开眼界 李寻目光一沉 可记住了 我扇扇点头 记住了 他转身带我来到一处隐秘雅间 隔着门飞 一阵压抑的喘息声 疏地传来 我一惊 难不成他还要带我看活春宫 李寻指着窗缝 示意我去看 我颤颤微微凑了上去 只见屋内一少年垂首而跪 一记长鞭重重抽打在他后背上 他倾金爆出 神情痛苦 手持长鞭的男人眼睛星红 脸上浮起可疑的红韵 边抽边发出满足的溃叹 我心如肋骨 手心全是汗 到了僻静处 李寻折扇一收 谋中一点笑意慢起 将军生性暴力 一喝酒就爱发疯 一发疯就爱用鞭子抽人 越美的美人 欺负起来就越快味 你这副小身板 上了踏 怕是承受不住几回 我如遭雷击 脑海里不由地浮现自己 被鞭打致死的惨状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谁能想到京城的贵人 居然还有这种变态的嗜好 越想越是害怕 我抽抽叶叶哭出声 我不想死 我还要回去见我娘呢 李寻神色一僵 有些不自在地咳了两声 别哭了 我吸了吸鼻子 眼泪又涌了出来 如果我死了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生怕他不答应 我赶紧把话说完 我床底有个蓝色布兜 里面有一百五十两 我攒了足足三年呢 如果我死了 你能帮我转交给我娘吗 还有 橱柜里有我前阵子 做好的熏肉 你帮我转告翠桃 记得要拿薄盐再淹两天 这样才不会长虫 李寻抬手揉着眉心 无可奈何打断我 别哭了 我骗你的 将军舍不得打你的 一肚子委屈在心底翻涌 我抬手擦掉两腮的泪水 有些生气 你又不是将军 你怎知他会舍不得打我 李寻果然被我问得哑口无言 想起刚才那惊悚的一幕 我下意识看向他的掌心 小心翼翼问道 上回你被客人打的时候 也是这么疼吧 李寻浊然而立地身影一顿 谋底闪过一丝亚意 我从怀中掏出用方帕包好的松子糖 粘起一颗 递到他眼前 这松子糖我熬了整整一宿呢 可好吃了 阿娘说了 这世间疾苦万千 总要给自己一些甜头 才能好好活下去 我无钱无事 帮不了你什么 只能送你这把松子糖了 李寻静静地看着我 神色几番变幻 眸光逐渐柔和许多 似乎还轻笑了一声 他低下头 就着我的手 唇舌一卷 轻轻一弦 叼起那颗松子糖 指尖如被清风拂过 我有些懵 急忙将那方帕塞入他手中 一瞬间 动作有些慌乱 李寻勾了勾唇脚 这回我看清了 他是真的笑了 原本清冷的眼眸 荡出淋淋波光 如朗月入怀 不愧是萧香楼的官儿 枝兰玉树的模样 看得我眼睛发直 正愣间 不远处的竹林 忽然传来一声低沉的鸟鸣 我正纳闷 大晚上哪来的鸟 就见李寻凝视了我片刻 眸光闪过一丝挣扎 似乎在隐忍着什么情绪 阿芝 我有些饿了 这还是他头一回 喊我的名字 不知怎地 耳间有些痒 我最见不得人挨饿 这世上 再没有比吃饭 更重要的事了 小丝引我到了 萧香楼的小厨房 里面备满了新鲜的肉菜 更难得的是 居然还有几位 属地特有的辛辣调料 小丝说 公子是辣 我便特意做了 好几道家乡的特色菜肴 油亮的辣子鸡 嫩滑的麻婆豆腐 还有脆爽的水煮鱼片 热油一泼 鲜香扑鼻 我将热腾腾的饭菜 放入食盒 给李寻送去 小丝开了门 伸手接过食盒 却说公子正在待客 让我到偏厅等候 这一等 便等到了深夜 我熬不住疲困 睡了过去 直到身上被人盖了一件衣袍 才悠悠醒来 竹影跃动 李寻垂眸 对上我轻松的眼睛 轻声道 我送你回去 视线落在一旁敞开的食盒上 那几道菜早凉透了 没动过几筷子 几乎还保持着原样 心口莫名堵得慌 我指了纸食盒 问道 这些菜我能拿回去吗 太浪费了 李寻一贯清冷端庄 此刻却有些懒然 回去的路上 他几度欲言又止 今夜没有月亮 风吹树摇 叫人想起许多往事 我踏着自己的影子 掀开了口 我自小病若呆笨 村里的孩子总喜欢欺负我 有一回冬天玩藏猫 他们骗我藏到一处草垛 说会来寻我 可我整整等了两个时辰 直到高烧昏了过去 也等不到人 李寻脚步一致 我低着头 很久才说出一句话 阿娘说 不能和骗子一起玩 会受伤的 小厮来送食盒的时候 分明说的是 贵客对我的菜赞不绝口 破天荒多留了两克钟 如果只想利用我留住贵客 倒不如直接同我说 我定不会拒绝 何必框我呢 我深深叹了一口气 我拿你当姐妹 你下回不要再骗我了 李寻默然抬眼看我 眼底那抹愧意还未消散 便患上了错额 姐妹 我不解到 你我喜欢的皆是男子 不是姐妹是什么 为着这句姐妹 李寻整整半个月没来找我 我也没在意 因我这半月过得格外滋润 老夫人大寿 将军一高兴 给府中一众妻妾 都额外发了奋力 我的那份意外没被客扣 里面不但有过冬的衣物 还有珠宝首饰 最令我高兴的是 居然还有半扇黑猪 两大条羊腿和一龙肥鸡 我和翠桃每日为吃什么半嘴 两人脸都圆了一圈 我美滋滋地想 这样的日子倒也不错 直到府中管家来传话 说将军明晚要照我侍寝 我慌得红了眼 连声音都在颤 是不是弄错了 管家一副 你别不识抬举的表情 扔下一句好声准备 就走了 我和翠桃面面相去 茫然无措 明明今日将军才在御前 婉拒了圣上的纸婚 怎么转头就要我侍寝 这是怎么想都透着古怪 三夫人听说了这事 特意大老远跑来敲打我 将军不过是长个仙 别以为山鸡飞上枝头 就能变凤凰 他只高气扬说了半天 见我低头不说话 气得又顾忌重施 吩咐丫鬟将我炉上的一锅炖肘子倒掉 大概是肘子太香了 那丫鬟端着锅走过 三夫人又改了主意 说端到他屋里去 我不知哪里生出来的勇气 跑过去一把抢了回来 哆嗦着手将院门一关 心里想着 倘若事情实在躲不过 总得先吃饱吃好 可提心吊胆了一整天 连吃到嘴里的肘子都不香了 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起身亮灯 想烧壶热水七口茶喝 一开门 一道黑影矫健地翻墙入了院子 我一心自己睡懵了 揉了揉眼睛 怎么也想不到 李寻居然还会功夫 他消瘦了些 一袭青山衬的眉眼 越发浓力 一开口却是 你胖了 我忍不住瞪他 他也不恼 拿一双清零零的眼睛看我 我被看得有些心慌 想起事情一事 忍不住找他拿主意 他慢条思里喝了口茶 问我 前些日子教你的 可还记得 我不敢说已经忘得七七八八 只好愣愣点了头 约莫氏看出我心虚 他朝我勾了勾手指 目光亮得惊人 声音寻寻善诱 阿芝 我可以帮你 我纳闷 怎么帮 他滴滴笑了一声 指了指自己 嗓音莫名哑了几分 把我当作将军 将你学到的那些 在我身上练习一遍 我莫名察觉到几分危险 急忙摇了摇头 李寻把玩着手中的茶盏 神情坦然道 是谁说将我当作姐妹的 姐妹之间 何须介怀 她的话也有几分道理 反正她喜欢的是男子 并非女子 我闭上眼 视死如归 好 那就有劳了 一睁眼 李寻已在我面前站定 离得这般近 我才发现 她比我高出许多 我的发顶 才堪堪到她下巴 人虽看着瘦靴 却肩宽腰窄 青山下隐隐 拓出紧是流畅的肌肉线条 烛光摇曳 李寻眉眼泛着清浅的笑意 第一步 当如何 我被眼前的美色 谎花了眼 头脑一片空白 好不容易记起 话一说出口 不知为何颤了几分 先喝酒 我记得将军送来的份力里 就有一坛陈年桃花酿 为了壮胆 我先给自己灌了三杯 酒叶辛辣唇香 一入喉 呛得我咳出了眼泪 将酒杯再倒满 我递到李寻眼前 模仿着那日小官敬酒的模样 窃身伺候 伺候将军喝酒 李寻俯身逼近 接过酒杯 唇贴着杯盐 目光却落在我唇上 带着滚烫的肆意 我心跳漏了一拍 指尖一颤 手中的酒壶一歪 酒叶顺着她微长的前筋 滑入胸膛 阴湿了结实惊瘦的胸肌 她仰头一饮而尽 薄唇泛着飞色 一双桃花眼微挑 比妖精还咽三分 这酒约莫是年头酒了 也太烈了些 我不过喝了三杯 整个人便口干舌燥 脚下像采了棉花 李寻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牟底阴晕着一层雾气 波光炼焰 嗓音低醇 下一步当如何 酒一蒸腾 所剩无几的清醒 开始崩塌 我拼命想抓住 记忆里稍纵即逝的画面 却徒劳无功 不免有些着急 我记着是亲一口 还是脱衣服 还是 李寻言简意该地提醒我 亲一口 得到准确的指引 我恍然 凑过脸去 啪大一口 亲在他脸颊上 男人轻烈的气息 萦绕在我鼻尖 温热的鼻息 喷洒在我颈尖 他一只手揽住我的腰 一只手 抹扎着我的耳垂 嗓音越发蛊惑 然后呢 脑子里乱成一锅粥 我实在想不起来 索性破罐子破摔 不记得了 腰间一紧 炙热的唇贴了上来 带着失控的热烈 浅浅辗转间 他还在问 然后呢 我喘息不过 越发眩晕 只听见自己 响彻鼓膜的心跳 这么一闹 我越发想不起来 终于忍不住 委屈哭了 我都说 说了 我脑子笨 学不来那么多东西 嘴唇约莫是肿了 我轻撕了一声 他终于肯放过我 双手掐着我的腰 一提一放 我稳稳坐到桌檐上 我被迫仰头看他 李寻和眼 停覆了急促的呼吸 这才捧起我的脸 眸光柔软如水 傻阿之 勾引男人 你根本就不需要 学任何技巧 只需要一样东西 我眨了眨眼睛 很是不解 什么东西这般厉害 李寻唇角千奇 眸中光滑流转 如春日繁花 刹那绽放 如你此刻 全然赤臣的天真 醒来时 已是一日傍晚 翠桃早急的团团转 一见我醒来 赶忙伺候我淑喜 他一边忙 一边唠叨个不停 不是贤衣衫的颜色不够好 就是说 朱钗的样式不够新 我任凭他摆弄 脑中闪过许多灵星的画面 可怎么也无法拼凑完整 只一息记得李寻来过 我还喝了酒 再然后 嘴唇似乎还残存着温热的触感 我拍了拍脸颊 压下那股莫名的燥热 翠桃急了 按下我的手 生怕我拍花了妆 他左看右看 对自己的手艺 满意的不得了 小姐这般美 将军见了定一步开眼 我却高兴不起来 三年前 父亲第一回见我 谋中是全然的惊艳和狂喜 这样的眼神 我再熟悉不过 只因我长了一张 勾魂射破的脸 他说我嫁了将军 若能得了宠爱 生下一儿半女 这辈子便在顺遂不过 当然 最要紧的是 不要忘了提携娘家兄弟 让离家 能在京中站稳脚跟 一开始我拒绝了 我不愿做妾 阿娘歌姬出身 嫁给父亲为妾 除了头两年得了些宠爱 这辈子再没过几日 舒心日子 在香叶十六年 父亲对我们不闻不问 每每见阿娘垂泪 我都暗下决心 万不能再走跟她一样的路 可父亲拿阿娘要挟我 你娘为你操劳半生 如今身子不好 也该接来京城享福了 在她看来 身怀惊天的美貌 却不用来争取全事 便是天底下最蠢不过的事 我侥幸了三年 可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掌灯时分 我被送入松竹院 小厮一边迎我进花厅 一边同我解释 将军今日去了京郊校营 姑母还得等上一个时辰 一听将军不在 绷紧得心弦一松 花厅内灯火通明 八仙桌上摆了四菜一汤 正滋滋冒着热气 全是我爱吃的 尤其那锅君子鸡汤 一揭盖 腾起的香气扑鼻而来 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小厮笑着端来一盅暖酒 将军特意吩咐过 让夫人先吃 这果酒不醉人的 是给夫人暖身子的 我浅浅戳了一口 果真甘醇富裕 有昨日的前车之鉴 我不敢多喝 只心无旁骛埋头苦吃 一顿饭吃得颇为酣畅 饭壁 花厅里暖意熏人 我支招下河 眼皮开始上下打架 可越上了中天 将军还没来 小厮说 将军有事耽搁了 让我先进内室休息 我挣扎了半赏 终究抵不过高床软疹的诱惑 宿醉的疲惫袭袭来 几乎一沾枕 我便睡死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朦胧间有脚步声传来 将军解下佩剑 不乏沉稳地朝我走来 我呼吸一致 一颗心如被人攥在手心 他立在床边 探究的视线在我脸上群寻 我被盯着头皮发麻 呼吸急促 身下的紧亲被我揉得一团乱 脑海里上演了无数种恐怖的猜想 可等了半赏 只等来男人一声浅笑 醒了 我心一颤 一睁眼 撞入一双雾气阴暈的眼眸 银制面具贴合男人冷硬的脸庞 烛光下泛着幽光 附着冬夜凛冽的寒意 分明是截然不同的气质 我却莫名想起另一个人 心下一惊 我下意识朝他手里看去 好在并未见着长边 提着的心总算放下 男人撩起眼皮 神情自艺 眼底波光跃动 引有笑意 若醒了 便伺候我更衣 我连滚带爬从床上起来 颤着手去解他腰间的玉带 偏偏那玉带与我作对 我奋力一扯 外衣连带中医一并被吞下 肌力分明的胸膛 骤然在眼前放大 我脑子嗡嗡响 急忙将中医又演了回去 一丝熟悉的甜腻香气 随衣衫摆动一出 很快被屋内的熏香淹没 男人抓住我的手腕 滴滴闷哼了一声 我心一慌 方才还在回想 那股香气的脑子 空白了一瞬 莫名觉得自己 似乎错过了什么 还未来得及细想 便由小丝来报 军中出了变故 我如蒙大赦 急忙道 军务要紧 将军快去吧 男人将我埋在 紧亲下的脑袋拔了出来 没好气地说 就这么着急赶我走 我听出一丝亲密 正疑惑 又听他叹了口气 傻 你先睡吧 今晚不必等我了 我紧亲蒙头 恩了一声 将军走后 我长舒了一口气 心里一放松 瞌睡虫又来了 一日醒来 管家说 将军特意吩咐过 允我今日回家探望双亲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急忙撩起裙摆 火急火撩往外赶 天知道我有多久没见过阿娘了 每逢月初 我都能收到阿娘的信 可今日已是初六 信却迟迟未到 我早就急了 将军可真是个大好人啊 马夫问我 可是去礼府 我摇了摇头 去填水胡同 主母善度 我不忍阿娘回府受折磨 让父亲另买了处小宅 雇了丫鬟婆子伺候 我还是投意回来 廊下洒扫的小丫鬟 不认得我 瞪大了眼 我顾不上解释 直奔相仿 可阿娘不在 后院 厨房 花厅 每一处 都不见阿娘踪迹 礼府的老婆子 神情恍然 在我发疯般的质问中 终于说出了真相 早在我入府那年 阿娘便卡了血 渐渐地 连床都下不来了 生生熬到次年春 人没了 眼泪止不住地流 我不信 明明阿娘上月 还给我写过信呢 你们定是骗我的 婆子拿了一个木匣 小心翼翼打开 里面除了几只宿静的钗子 便只剩一答信了 夫人吩咐过 让奴婢每月 给小姐寄一封信 奴婢年纪大了 竟给忘了 哪里是忘了 分明是见我在 将军府不得宠 存了轻视之心 我颤着手 一封一封数着 足足二十八封 每一封 末尾都是那一句 好好吃 这一刻 我再也抑制不住 心中的悲伤 嚎啕大哭起来 阿娘没了 我在没有家了 阿娘葬在城北 一处荒山 孤零零的小山包 连一丛花也没栽 背上刻着 离方式之木 说来可笑 她苦了一辈子 死了还得跟害 她受苦的男人 绑在一块 给坟头添上一把新土 祭过三杯水酒 我将阿娘的牌位收好 驱车回将军府 天际残阳如血 不过半日 恍若隔世 在院中哭等了半夜 李寻终于来了 一身速断长衫 玉冠竖发 在寻常不过的文人装扮 却莫名有股凛冽 肃杀之气 她风尘仆仆 眼下泛着清黑 像是许久未得好眠 抬手擦去我脸上的泪痕 她喉结清滚 眼神晦暗不明 谁欺负你了 我默了一默 说 你没骗我 将军的确不喜欢打人 也不喜欢男子 昨夜我看出来了 将军对我这张脸 该是喜欢的 但也仅限于 见色起义罢了 我问她 我想让将军 长久地喜欢我 当如何 要喜欢我这张脸 喜欢我这个人 喜欢到能替我撑腰 李寻谋底略过一抹暗色 悠悠道 可还记得那日被鞭打的小官 前一日 她还被捧在手心千娇万宠 第二日 不过犯了一点小小过错 就遭到如此责罚 世间男子 薄情寡义者居多 想长久讨他们欢心 靠的绝不是美貌 我不解 那靠什么 李寻神情肃穆 眸光透出几分冷力 有用 你得成为对他们有用的人 我愣了下 反复咀嚼这句话 心下黯然 我好像从来都是一个无用之人 脑子不灵光 连书都没读几本 女工更是一窍不通 唯一拿得出手的 是会做几道小菜 可将军府光厨娘 就有十几个 多我一个 也算不了什么 我护不住自己 护不住翠桃 更护不住阿娘 巨大的悲怅涌上心头 我张了张口 说不出话 累到是先流了下来 李寻叹了口气 将我揽入怀中 轻轻拍了拍我哭到颤抖的肩膀 他从怀中掏出我送他的松子糖 递到我唇边 其实也并非每个男人都如此 松子糖甜腻的香气 萦绕在鼻尖 刹那间 脑中那一瞬空白 被纷至踏来的记忆填满 昨夜将军身上熟悉的香气 正是这松子糖 面具下那双雾气阴晕的双眸 逐渐与眼前之人重叠 一个荒唐的猜测在脑中浮现 我指尖发凉 死死地盯着他 昨夜你在哪儿 李寻神色不变 可紧敏的嘴角泄露了他的不安 周遭窒息般寂静 暗卫神色紧张地现身 傅尔在他耳旁说了什么 李寻一贯冷静自持 此刻脸色却极为难看 暗卫一再催促他走 说此地不安全 我直觉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临走前 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语气柔和了几分 阿芝 等我回来 我定给你一个满意的解释 他果真又骗了我 第一回 他骗我将军床上会打人 第二回 他骗我他饿了 这一回 连身份都是骗我的 事不过三 阿娘说过 不能和骗子一起玩 会受伤的 我一向听阿娘的话 阿娘没了 我也没了留在府里的理由 一日一早 我收拾好细软 去找老夫人 将军府有家规 妻妾三年无子 可自请何礼 老夫人年事已高 一心礼佛 也没为难 我这个不起眼的小妾 她只挥了挥手 去吧 我谢了恩 又指了指身旁 一同跪着的翠桃 翠桃也跟我一起走 翠桃是个孤儿 被人牙子辗转几回 迈到离家 我出嫁那日 主母找我晦气 随意寻了个错处 差点将她打死 在我轿子前 我掀开轿帘 扶起了她 将她一同带到将军府 如今我要走了 定要带上她的 除了将军府 翠桃抓着我的手 哭得梨花带雨 日后小姐在哪 翠桃就在哪 我替她开去脸上的泪 笑着逗她 日后有我一口吃的 就有你一口吃的 翠桃破涕而笑 今日京城气氛肃穆 不时可见巡逻的兵士 拿着通缉令 全城搜捕要饭 因盘查之故 出城的关口排了长队 众人等得无聊 便谈起话来 一个替主家跑腿的小厮说起 昨夜宫里遭了非贼 丢了重要的务实 德公公气坏了 命大理寺连夜彻查 三天之内是要破案 众人只当她胡言乱语 我却听得心惊肉跳 好在那通缉令 我仔细瞧了瞧 上面的男子并不是李寻 我向一个商队的伙计问路 为难是往这边走吗 伙计点了头 打亮了我和翠桃一眼 却道 姑娘还是莫要往南走了 她说南地如今不大太平 为难刚遭了水祸 说不定要发疫症呢 还不如往北走 燕北是燕王的封地 他情政爱民 深得民心 那里的百姓安居乐业 夜不庇护 不少人专门迁居过去呢 我原盘算着回为难老家 一听这话 便改了主意 乱世之中 我和翠桃两个孤身女子 还是安全重要 恰好这支商队要去燕北 我给伙计塞了些银两 求他带上我们 路上好有个照应 上了马车 翠桃忍不住抬眼张望 乌云压城 风雨欲来 无人回眸 我拉下不连 吩咐马夫 怕是要下大雪了 赶紧走吧 转眼间 我和翠桃来到幽水城也一年了 我盘了个小摊 卖起了拿手的鸡汤面 食文一碗 薄利多销 生意竟意外地红火起来 来光顾最多的是书院的学生 我时常听到他们常谈阔论时局 听得多了 我也知道天下局势不太平 一年前 圣上心急发作 醒来后如同三岁孩童 大太监得公共 把持朝政 一手遮天 此人贪婪狠辣 大肆残害忠良 剥削百姓 朝堂内外一片乌烟瘴气 因圣上膝下无子 各地藩王早就蠢蠢欲动 个个都盯着那个位置呢 一个学生感慨道 依我看 最有资格继承大统的 应是咱们燕王殿下 大家纷纷点头称是 我也跟着默默点头 我不懂他们口中说的什么大统 只知道若他当了皇帝 那必定是个好皇帝 优水城法律严明 繁华热闹 让我一个小娘子 得以支贪做点小生意 靠双手挣钱养活自己 那学生又谈起边境战事 有些忧心忡忡 今年冬天来得早 牛羊死了一大批 被枪蛮子被逼得没法 说不定要打过来 另一个学生道 打就打 怕什么 周将军何等厉害 去碎就把他们打回了老家 他们哪敢再来呀 我心一颤 主面的动作一顿 李循那张脸浮现在面汤里 我摇起一条冷水猛地倒进去 那张脸便消散了 翠桃十八岁生辰那日 我特意没出摊 在家做了一大桌子菜 饭壁 我俩点灯数银子 翠桃摸着吃得圆鼓鼓的肚子 又摸着鼓鼓的钱袋 笑得见牙不见眼 小姐 这是神仙才能过的好日子吧 我揉他的发顶 也笑 以后 我们的好日子还长着呢 可没想到 刚过了几日 便传来边境交战的消息 又过了几日 逃难的百姓多了起来 他们说 这回北枪发了狠 集结了二十万大军 名誉关外的围杖 一路延伸到北定河 我问来吃面的小兵 那朝廷不派兵来吗 那小兵一脸愤慨 那太监巴布的咱们燕北遭殃呢 这样才好拿捏燕王殿下 听起来形势不太好 我干脆收了摊 带翠桃去买了许多米面粮油 米铺掌柜笑我 小娘子也太过杞人忧天了 忧水城前面还有三大关爱守着呢 打不到咱们这儿来 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枪人竟生生在雪山峭壁上 挖出一条密道 半夜突袭 一举拿下了名誉关 又一路势如破竹 连过两大关爱 不过七日 便到了忧水城 城被围了 忧水城自古不是军事要地 多年来一直和平安稳 如今敌人突然打到家门口 连个准备都没有 不过三日 已吃了三场败仗 好在城墙坚固 枪人远射而来 精疲力竭 忧水城还守得住 一时间 城里乱成了一锅粥 米面粮油价格飞涨 人人自危 太守潜人挨家挨户来说 燕王和周将军 正率军从燕帝首府赶来 十日之内必到 让百姓都不要惊慌 夜里 我被阵阵厮杀声惊醒 第四场仗 又打起来了 翠陶下的直哭 小姐 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 我将他搂在怀里 太守说了 将军会来救我们的 这一刻 我无比坚信 他会来的 可天不如人愿 围城的第四天 下起了大雪 这雪一下 就是五天 待到第十日 百姓家中粮食吃得七七八八了 可燕王和周将军还没到 夜里 我去给邻居娘子送吃时 一出门 手里的竹篮就被抢走 我吓了一大跳 半晌才看清 是个七八岁的孩子 瘦得两颊凹了进去 盯着我的眼睛 如同饥饿的豺狼 他顾不上脏 捡起地上沾泥的馒头 死命往嘴里塞 吃了两口 又跑到一个三四岁孩子的身旁 把馒头往他嘴里塞 我看得心酸 见了邻居娘子 忍不住哭了 邻居娘子说 城里许多人家断粮了 老人孩子都在饿肚子 羌人就是算准了 燕王和将军感救不及 想饿死我们逼响 他哭着说 羌人一个个都是禽兽 城门一开 他们便会屠城 屠城 我浑身冰凉 不敢再往下想 又过了三日 燕王和将军还是没到 百姓开始慌了 不知谁带头喊了一句 他们不会来的 都是骗我们的 这话瞬间点燃了 大家的怒火 很快就有百姓冲向城楼 想打开城门投降 闹得十分厉害 好在最后被士兵拦下了 可我知道 若百姓不再相信 将军会来救他们 城破只是时间的问题 孩子那双饥饿如瘦的眼睛 在我脑海一遍遍闪现 想了又想 夜里给翠桃 一好被子 我去了太守府 亲兵问我是谁 我揭开东冒 我是周将军的夫人 太守显然不相信我 他揉着眉心 将军尚未娶正妻 你根本就不是将军夫人 我指了指自己的脸 我可以试 太守目露精光 显然已反应过来 不管我是不是真的 他都需要这么一颗定心丸 一日一早 我跟在太守身后 一步步走上城楼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火消气息 浓厚的血腥味 让我机遇作呕 心在胸腔里 跳动得厉害 说风将声音吹得很远 我一字一句道 我是周明渊的夫人 他与我恩爱有加 绝不会抛下我不管 也绝不会抛下 幽水城的百姓不管 如今不过是被大雪耽搁了行程 大家一定要相信 王爷和将军 他们定能赶来救我们的 只要多坚持一日 就多一分生的希望 来之前 太守教过我许多文周周的说辞 可以紧张 我全都忘了 乌泱泱的百姓 齐齐盯着我 大概是我这张脸实在美丽 很有说服力 他们相信了 从城楼下来 我双脚都是软的 太守终于露出一丝笑容 我问他 将军什么时候能赶得到 太守看了看天 若不再下雪 三日左右 我知道 城中储备已尽 百姓存粮已尽 三日是极限了 一连三日 我登上城楼 将那套说辞一再重复 直至第四日 再也没有人相信我了 而红了眼的百姓冲向城门 与守城的士兵撕打在一起 厚重的城门被砸出洞来 百姓争先恐后地往前挤 生怕慢上半分 城外的枪人也趁机发起了进攻 牛角号陡然急促 大地仿若在震动 翠桃泪眼朦胧 小姐 我们要死了吗 我想是的 可话出口 确实 他会来的 翠桃忽然发出一声惊呼 我回过神 就见一面目猙獰的枪冰攀上墙朵 手提尖刀朝我奔来 他好像瞬间就到了眼前 白黄黄的刀刃泛着冷光 我眼睁睁看着他举起了刀 破空之声疏然传来 一只利剑穿透他的胸膛 接着是第二只 第三只 黑云般的箭矢撕裂空气 为我大骑 杀 士兵们高举长剑 暴声怒吼 绣着白虎的荆棋 在空中飞扬 苗金黑龙的燕字军棋 烈烈作响 燕王和将军终于来了 直至暮色似合 这场杀戮才降下帷幕 枪军大败 被迫撤到五十里开外 太守说将军想见我 进门前 我将所有最糟糕的事情 都想了一遍 可进去后 情况比我预料的还要糟糕 眼前的男子 有着一张我似曾相识的脸 但我一眼认出 他不是李循 我瞪大了眼 结结巴巴 你是周明渊将军 周明渊饶有兴致地 将我上下打量了个遍 这才点了点头 没错 我倒吸一口冷气 脑中一片空白 若他才是将军 那李循又是谁 李循是谁 万千种思绪在脑海里盘旋 一团乱麻 有人推门而入 周明渊的视线透过我 落在门口 他恭敬行礼 殿下 您怎么来了 我将在原地 身子一颤 仅存的李智在那人开口后 瞬间消失 他唤我 阿芝 我缓缓转过身去 李循一席悬衣 眉眼如画 原来那股清冷金贵的气质 是与生俱来的 我直直地看着他 你到底是谁 他眸中闪过一丝溃意 燕北王 裴子恒 好一个燕北王 好一个裴子恒 月色下 他眸色深深 神情触动 阿芝 我欠你一个解释 他拉住我的手 正色道 是我不好 是我骗了你 但我是有苦衷的 可我不想听 你的苦衷 与我何干 没想到我这般反应 裴子恒 明紧了唇 你不相信我吗 多可笑啊 一个自始至终 都在骗我的人 问我为何不信他 见我摇头 他有些慌了 旁的是 你不信就罢了 只一样 你须得信我 阿芝 我心悦于你 我勾唇一笑 带了思天真的残忍 如今 全城百姓都知道 我是周明渊的妻子 难道 殿下享君夺尘妻 裴子恒脸上血色进退 他想了一会儿 下定决心开口 为了你 我愿意担下这个骂名 我觉得他大概是疯了 裴子恒亲自率军 将枪人赶出了名誉关 战事结束得很快 幽水城又恢复了 往日的热闹 我的面谈重新支了起来 周明渊知道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在看见我时 表情就拘谨了许多 我只觉好笑 便提醒他 我以自情合理 老夫人也同意了他 他连连点头 还是我娘疼我 没给我招货 见他欲言又止 我没好气到 若是来当说客 就不必开口了 周明渊深深叹了口气 殿下也太可怜了些 他自顾自说起 大旗兵权一分为二 燕王掌北军 圣上掌东军 得公共势力滔天 圣上无力应对 好在他早有准备 若情势不妙 便让殿下入宫 取走东军虎福 两军合力绞杀奸宁 我与殿下是表兄弟 自小身形容貌笑似 为了不打草惊蛇 由他装作我回京 伺机接近圣上取得虎福 得公公最爱去的 就是萧香楼 殿下在那里 安了不少眼线 有日德公公来了 喝了酒 难得想起家乡 我扶置心灵 打断他问道 德公公家乡 在魏南 周明渊好奇道 你怎么知道 原来那日 他利用我留的贵人 就是德公公 周明渊继续道 那一次 德公公破天荒 多留了两刻钟 殿下得以潜入皇宫 见了圣上一面 取虎福那日 凶险万分 殿下不得不即刻离开 就此与你分别 其中重重误会 也来不及向你解释 他一路被追杀 好不容易回了燕北 遣了人四处找你 你却已经离府不知所终了 见我垂手不语 他最厚道 他身上背负了 太多人的性命 容不得他后退一步 更容不得他走错一步 子恒说过 这时间 唯有你 能让他真心地笑 你就当可怜他吧 不要再同他傲气了 心头五味杂沉 我一时竟不知该说些什么 一连半个月 陪子恒天天来我的面摊吃面 今日我特意多给他 加了几勺辣子 呛得他眼睛都红了 他从怀中掏出松子糖 给自己塞了一颗 下意识又想给我塞一颗 我只当没看见 包糖的方帕 早就被磨得破破烂烂 他却还拿着当宝贝 我叹了口气 觉得还是同他说清楚好一些 你同我说过 若想长久讨得男人的欢心 就得成为对他们有用的人 可我后来想清楚了 我需要讨好的 从来都是我自己 不是别人 我只需要成为对自己有用的人 就行了 我有手有脚 能挣钱养家 不需要依附别人而活 在我看来 便是最好不过的事了 我看着他的眼睛说 我觉得我做到了 还想继续做下去 而你 也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百姓比我更需要你 我咽下心中的酸涩 笑道 哪天想笑了 就来吃碗面吧 裴子恒的目光一寸寸暗了下去 这世上 有些事注定是遗憾的 我知道 裴子恒公子如玉 做不出强迫我的事 他再不愿 也只能放手 后来 裴子恒做了皇帝 我没猜错 他果真是个好皇帝 我和翠桃回了魏南 开了一家面馆 二月天 草长英妃 宇卓春晨 有故人款款而来 称一把油纸伞 白衣圣雪 如画卷里的偏仙家公子 他抬眼看我 眸中晚有淡淡水色躺过 意着笑意 他说 阿芝 我来淘碗面吃 阿芝